看到他們今天早上有時候說 什麼死亡的數字都不容 第一個大概講就是說 當然那個殯葬處 他們對死亡的一些定義相關的 當然根據 殯葬處他們自己的規定辦理 那在指揮中心對於怎樣的一個確診 然後到死亡 這是一組 兩組 三組的人在共同的判定 有一定的程序 這也不是任何人像我說他不要死就不會死 就要掃報幾個人就掃報 那是一串的一個程序 所以這不會有蓋牌的問題 那當然我們在認定的判定 都是非常的嚴謹 來做 那臺灣對於COVID-19的死亡算是判定 我們算是比較寬鬆的 就是說很多的情況 縱使不是第一個死亡的診斷的原因 我們把它列到裡面去 時間也拉得比較長 認為可以牽上這樣的一個關係的 我們都會把它算到裡面 作為一些非常明確 不是這樣的理由 才會被我們排除掉 那這都是一組的人員在做的事情 不是一個人就能夠決定這樣的一個事情 這我要尊重地聲明一下 台北市議員 鍾小平他開一個記者會 他說5月1號到5月16號這16天 新北跟雙北這兩個地方火化 而且是有確診的 就很多人現在是選擇不火化 但有的人選擇火化 同時確診而且火化了 總共是347 也就是說這16天裡面有347 可是鍾小平說啊 就根據陳時中的數字 5月1號到5月16日 雙北死亡的人數 確診死亡的人數是232 所以這個數字明顯有很大的差別 那怎麼回事呢 當然相關的部門就講 哎呀 這個是因為統計的數字不同啊 因為死亡證明上面 醫生開是確診 死亡 好 OK 這是一回事 那另外有一些呢 就突然間猝死了啊 然後死後再做確診 或者說醫生認為確實有確診 但他死亡的原因跟確診沒關係 所以這有差別 這樣的解釋 聽得進去嗎 我們就僅僅光是看5月18日 昨天確診85310人 中症跟重症呢 183人 確診 而且判定這個死亡跟確診是有關係的是41人 所以你不知道現在是到達最高峰還是怎麼回事 那你現在好像就是在6月 6萬6萬 然後8萬5000多人 但你要知道 台灣跟大陸不一樣 台灣現在 你放進了 你每一天能夠做PCR 最多最多你到12萬人吧 第二個是 現在很多人覺得自己身體不舒服 他也不想去做PCR 官方現在規定 你要做PCR 公費的啊 你要去排隊的 你要快篩陽性 像這樣子 快篩陰性的啊 沒有資格去做PCR 很多人選擇 快篩都不快篩 哦 快篩還得去買 所以你不知道黑術有多少 這個會不會是最糟糕的狀況 我們不知道 但是當局不給老百姓武器 老百姓還是要排隊買快篩 那相較於美國 它是免費發快篩器 而且很容易去做PCR 不像台灣對PCR去設下重重的關卡 那更何況 台灣現在還有一群人 在台灣讀書的陸生 大陸的學生在台灣讀書 他們是沒有健保 沒有健保的保障 即使是外勞 即使是很多外國學生 都可以有健保 只有大陸學生在台灣沒有健保 他是這樣子在對待大陸學生 讓大陸學生在台灣面對疫情 那之前連快篩都不讓他們買 後來媒體不斷的呼籲 不斷的施壓 終於可以買快篩了 那之前大陸學生還不能打疫苗 也是媒體呼籲 終於可以打疫苗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政府